4月的南橫公路早晨還慢著濃霧 確定沒有下雨後 南橫摩天段邊坡工程的工班立即出發 他們必須抓緊時間施工 為即將到來的南橫公路附通做好準備 9月3個先把水平的工程進去 幫你請幫我講一下 因為這幾個下雨 兩把探紙的在確認一次 有裸水的 該換的把它換一換 然後個人的裝備再確認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要開始下坡那種的地方 然後撞 要小心 這樣有了解 可以嗎 可以 好 慢慢 这一切都很像他们那边 学习书都可以 教练的任务后 工班随即展开作业 今天是编坡工程中 最为吃重的打盐钉工项 师傅们两两一组 安装好气动凿盐机 再接上盐钉 再接上盐钉 将重达20公斤的凿盐机 高举过头进行作业 将盐钉一根一根地打进地面 光这一块编坡的速度面积 就有7300平方公尺 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这么大 得像这样打进1800多根盐钉 一开正常是人多是两个人 可是真的无序没人就只能一个人 对 一个人弄这一台 不会 可以啦 这个固定网坡 因为网坡它没有抓力 它就是透过盐钉 盐钉打下去之后 最好的结果是打到盐钉 我们只要打完之后 它就要灌浆 灌浆之后 它就会变成那个盐钉的盐 然后我们再把全拉板手上去 就是锁到这个位置 锁到这个位置 螺丝固定 也就是说 当盐盘滑动的时候 它会透过这一支盐钉 拉住这个钢筋 拉住这个网 随着陨雾散去 南横公路的绝重美景 终于浮现在眼前 藏在美景之下 脚下深不见底的大摊坊 也瞬间清晰了起来 无数次的大雨摧残 破面大面积的崩塌流失 更另一旁的公路岌岌可危 对这些鞭魄师傅来说 爬上封闭修复破面 正是他们最重要的负任 以我的立场我是包商 那我去做的时候 我第一个动作都会去现场开 那当看到那种眼壁 是很陡峭的时候 我们大概心都量了一半 也就是说这样的施工度 就是非常非常难 不管是体力 不管是安全设施 这些会让你觉得说 到底要不要进来做这个案子 那可是士兵没有选择 战场的权利 我们既然选择要做边坡 那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互坡做好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选择 说这个工作是抖还是不抖 边坡工程主要分为刷坡 挂网 打岩钉和喷浆 每一项都要靠着师傅 悬挂在坡面上完成作业 让边坡工程人员 常被外界誉为蜘蛛人 但他们靠的不是超能力 仅靠身上的神索和自身体能 来细住自己的神明 不能怕高 再来的话 身手要领结 那个灵活要领结 再来的话就是要适合那个天气 因为我们做这个 几乎都在高山区 高山地替代 所以说天气事后都不一定 有些人的话 你看在平地坐久的 有可能会到山去到山上的时候 会觉得说在上面的话 不适合这个气温 如果类似会有高山症之类的 那种的话就不适合 对啊 还有体能也是啊 体能具备的 最具备的也是体能 要说蜘蛛人最难克服的障碍 便是对高度的惠惧 年轻师傅 谈到第一次上边坡的经历 仍心有遗迹 那时候在那个大林里 我跟另外一个老板 那时候离地大概来 三百多块四百 其实不敢动吗 其实真的完全不敢动吗 其实真的完全不敢动吗 大家傻子正在那边这样 看着那边这样 然后我就不敢看 不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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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说的几米几米 是赌口 他们就跟我讲 还好啦 就三百多米这样 然后我就看一次 就一上去我才知道 往下看 车子都这么小 就是有一个师傅 就在我旁边 就很耐心教我说 如果真的不会那么举 做的时候 转你划扣上面的绳子 抓紧 然后你身体往上 慢慢往上 然后划扣放下来 慢慢这样 慢慢用这样 然后你做就习惯这样 这是我们的划扣划扣 划扣 所以我就要去 所以为什么要先敲它 因为有沾水泥啊 把水泥跟它 弄掉 它才会卡住 放去的话就卡住 它下来的话也会压住 放下来 再放掉 它就卡住 这一个是 穿在这里的 坐上去 然后这一个是 背部室 这里 哦 背在身上的 对 然后 防水用的 嗯 加油 加油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装备也是 划扣 双背带和双绳索 是边坡必备安全装备 看过一次蜘蛛人 便能真正体会 什么叫做命悬仪器 师傅们对待安全护具 也相当谨慎 因为只要一次疏忽 意外便可能降临 因为我们对方背 去划扣 去保养 但是不什么的 我又会 不怎么这样 我又没有划扣 那我划扣 我划扣 没有了 准备第一个划扣给我 我还没有点啥 我还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里面的划扣 我都不是可以使用 这划扣没有保养 那我只有了 其实有卡在里面 那个糖王 那里面呢 我这样划 划到这样 划以特殊挡折 要不然我也是 尸骨无尘 就坐一身中 就打到那个 兵营在那边 除了高通作业 蜘蛛人还要随时面对落石 天气变化等不确定因素 更大大加深了危险性 而带着沉重机具 悬挂在坡面上的 几乎都是原住民族人身影 他们大多为了生活 而加入蜘蛛人行列 用生命再维护蜿蜓安全 接触过的时度大部分 几乎啦 因为也不能说我们原住民说 都很厉害 我觉得说都很刻骨 所以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没有 小孩到外面做 在家的父母亲自到里在做什么 每一个都会担心 每一个不会担心 因为 因为 家里的 因为这个状态 就说的很忙 忙起来 他说怕说小孩子 我会不会去哪里 怎样讲 绳子没有绑好 绳子没有绑好 还是爬上去不想要滑倒 还是被石头打倒之类的 家人都一定会高兴 所以说三不五十 所以说有的 我们底下有风的家人都会打电话问候 对啊 这个一定会的 对啊 我也不可能说 我做这一行 我会传给我儿子 因为我知道毕竟这工作蛮危险的 平均在2300到2400左右 够用啦 但是你每天都要出工 你每天出工 你就会觉得够啦 对啊 如果你懒懒的不做工 懒懒的不做工 那你当然不够 当然每个工作都危险 但是边坡相对更危险 就像很多人说 那我为什么要来做蜘蛛人 如果说今天我不要做蜘蛛人 我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同样的薪水 谁会来做蜘蛛人 做蜘蛛人 好像是在社会地位上面 比较低一点点 可是我自己做了三四年 我不认为 如果说没有我们蜘蛛人 来去做蜘蛛人 这一段的话 那我想他应该不只十二年 才可以通知 直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蜘蛛人们才陆续收工 回到南横公路上的宿舍 蜘蛛工程是全台湾跑的行业 哪里有摊放他们就要往哪里去 工期多长他们就要在那里待多久 全台的蜘蛛太多要去做了 它不可能断 虽然蜘蛛有分淡季跟旺季 但是编破他的工程是不会断的 因为台湾的道路太多要修理 沿路上不一定 沿路上都有崩塌的 我们都会去做 对啊 因为公司有标到的 我们都会去做 其实我们都住在这边 然后这沿路上下 上下有崩塌的 公司有拿到的这些工作 我们都会去做 如果说以我的工班 大部分都是来自花莲 那南投的也有 之前也有新竹 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离乡背景 那你会 就像现在在港溝 你可能会有一个 两个月三个月 都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为了明日养经蓄锐 师傅们大多早早准备 但睡前不忘拿起手机 和家人们远端视讯 毕竟在工地待久了 难免会想念家人 你好 你老公 那是你老公嘛 老公很辛苦 爸爸 爸爸 你自己做那么久 你会想家吗 会啊 可是没有办法 这个要先赶快完工 我们主要是如果完工了 告一段落了 我就会先回去休息个两三天 有时候放久一点 就一个礼拜 然后再回来 再继续下一块工地 尽量拼 因为我们 每个家庭就是 你有做就是都会有钱 你没做就是没钱 我们就是尽量多赚一点 然后给自己的家人 比较好的生活 都是为了家人 都是为了家人 没有一个说做边坡不为家人 不可能 南亨公路中段长达十三年 面对柔长寸断的道路 以及破碎的地址 全靠着这群蜘蛛人的双手双脚 爬上陡峭悬崖 将原本破碎的坡面 一点一滴修复完成 师傅们说 光是摩天这一段路 就已经失作了四次 而他们最大的期待 就是这次工程结束后 能彻底为用户人 带来安全回家的路 能彻底为用户人 带来安全回家的路 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这就很简单 可是我们每天 像这个上上下下 如果我来这边三十五 我这样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吃醋 应该超过很多 可是每次下山 或是从山下回来 都还会有落实 就像我们经过 我们自己失作的工程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我经过的地方没有死到 就表示我这个工程 我觉得我有把它做好 没有落实相来 我觉得那就是 我觉得我们做蜘蛛人 那么辛苦 除了心血之外 另外一个看法的成就 就是这个 其实包括马路 包括拿土墙 包括怪手西街 大家都有付出自己 只是我们付出的是在边坡 包括营造厂 公务段 其实这个能够通知 真的是靠大家的努力 不是只有我们蜘蛛人 大家同心协力 沿着道路前行 途中都能看到修护过的痕迹 这些新旧交错的水泥边坡 相当容易被忽略 却是蜘蛛人长期以来 为了南横互通 而努力的最佳见证 水泥有多高 就代表蜘蛛人 曾爬得多高 而冒险攀高施工的理由 无非就是为了 用路人的安全 以及家人的生活 通车之后 路途美景留给用路人 蜘蛛人们 将继续前往下一块边坡 为道路平安而努力 他们是最默默无名 也是最功不可没的 边坡英雄 卫生目以为 左边坡英雄 也没有欺�ら 通过是3个东西